监控画面里的这个男人 正在拉斯维加斯赌场的牌桌上 搞作弊的小动作 他凭借出劳先的手法 居然能在贺关和同桌赌徒的眼皮底下 粉赌碧莹不露马脚 甚至每次加赌注后都能全盘赚回 然而这种只赚不赔的反常动作 引起了赌场天眼系统背后团队注意 他把摄像头拉近到了他正在操作的手上 严密监察 结果发现他在领到好牌时 会刻意将牌在左边袖子的边缘划一下 反诈监视员怀疑他在纸牌上做了标记 于是让操作员打开了X光机仔细观察 结果不出所料 对方在牌上真的画了各种形状条纹 保安将其逮捕后进行了塑身 询问得知他叫沙奇马是一名职业老千 专门潜入各大赌场作弊敛财 果不其然 保安在他袖口搜到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微型墨水盒 而且还带了一副赌神同款的液晶体鞋眼镜 只要经过三到四轮小肚赌局后 在S老K等大牌或者铜花顺子上做好标记 从第五局开始便可以下注大金额仅收割了 在美国涉嫌赌场诈骗量刑很重 最高能被判处六年的有期徒刑 但纵如此 因赌场而衍生出来的各种犯罪活动 却依然十分猖獗 作为黄赌毒三大黑市产业之一的赌博产业 是一个在全球高达万亿美金级别的宏大市场 里面虔诚的历练十分复杂 政府、资本方、黑帮、毒销、洗钱链条、分俗产业、诈骗集团 以及千千万万的赌徒们都想在里面分一杯羹 在赌博合法化的一些西方国家 这种产业链更加庞大 2014年为美国内华达州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各大赌场一年申报的净收益就超过了185亿美金 这甚至比一些小国家全年的GDP都要高 而这还只是美国赌场黑市的冰山一角 这一块巨大金山让很多事前如命的犯罪分子垂浅若渴 他们会想尽办法混进赌场 使经浑身泄数从里面捞钱谋生 和开头提到那名老钱杀起码一样 十年58岁金可拉也是一位赌卓上的手艺人 只不过金可拉考的不是黑科技 而是纯正的魔鬼手术 他会在后关发牌后 根据自己的牌面偷换筹码的大小 牌面不行就把大鹅换成小鹅 牌面不错就把小鹅换成大鹅 凭借一双出神入化的鬼手 金可拉几乎每天都能净赚3000到5000美金 值得一提示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被抓捕的风险 金可拉每次都会和一名同伙一起出动 他们之间有既定的暗号 比如摸下巴表示一切良好 摸鼻子表示情况危机 大拇指放进嘴里则表示要立刻逃跑 头我负责放风 金可拉则负责上桌搞钱 老钱们搞得不亦乐乎 但事实上赌场的安防措施也不是吃干饭的 比如这座位于拉斯维加斯市中心 占地15万平方米的亚利亚独厂酒店 里面就布满了3700多台 价值1500万美金的黑科技监控摄像头 里面每个人的一举动都在系统的智能分析列表中 系统会通过大数据测算 初步判定处有哪些人违规 筛选之后再交给专业人员人工审核判定 这一套系统固然强大 但实际上出于保护客人的隐私 有些地方监控是没有覆盖的 比如酒店客房 公共卫生间等等 而这些地方便成为了犯罪分子的资深之地 眼前这名穿着妖艳的女人 是一名常年混迹于拉斯维加斯各大赌场里的印招诈骗女郎 她叫马莎基今年32岁 和普通的印招女郎不同的是 马莎基只卖艺不卖身 她会在赌场里专门勾引一些出手阔绰的钻石汪老五 比如花钱下注不眨眼的 手上带着劳力士的 或者赌桌前堆满现金的 牺牲色香引起上钩 并约到对方的酒店客房 随后房门一关 并用自制迷药将其迷晕 或者拿出凶器上演一出陷人跳 最终抢劫对方的钱财 逃之夭夭 马莎基说 这一招她屡试不爽 几乎每次出手都能斩获500到3000美金 不等的收益 都说色自头上一把刀 而她自己就是这把刀背后的凶手 当然高收益的背后就是高风险 在没有监控的酒店客房 面对一些身材健硕的客人时 马莎基同样有被强暴和反杀的可能 上周她的一个闺蜜 就在第六名钥匙被客人识破 斗争中被客人躲过枪制当场射杀 另外就算成功抢到了钱财 客人报案后 赌场的保案也会第一时间封锁出口 这无疑也增加了马莎基顺利出逃的风险 在美国 赌场里每年发生的硬招诈骗案件非常多 赌徒们经常揣着200块钱想碰碰运气 结果却被398的上门服务吸引 最后还被劫匪女郎 把钱和随身物品抢了个金光 一分钱没赚到 反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 猖獗的诈骗案件 让赌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因为客人被抢后 会对赌场失去信任感 下次就不会再有回头客了 为了保障赌场的利益 他们会定期派出便衣保安 重点检查像马莎基一样穿着妖艳的女子 但事实上这样做的效果微乎其微 因为在抢劫发生前 工程人员没有证据和权限搜查这些女子 而抢劫发生后 很多客人又碍于面子 不愿家人朋友知道其在外赌博和召唤女郎 在警方面前更不会承认自己被抢劫 所以想彻底扼杀这条产业难如登天 当然比起硬招女郎诈骗 这种考验智商的脑力工作 持续抢劫的方式更加简单粗暴 俗话说枪炮一响黄金万两 在热武器的绝对威慑力面前 没有人敢随意造次 今年36岁的萨瓦迪 便是一名职业抢劫犯 他最喜欢的武器是一把大口径的喷子 因为他声音响唯理大 只需开一枪 整个赌场都能瞬间安静下来 乖乖把钱交给他 当然赌场的安防措施是一道巨大的门槛 由于每天都涉及到大量的现金出入赌场 这座拉斯维加斯的亚利亚赌场酒店 安排了5000多名安保人员 全天24小时保驾护航 另外赌场还跟当地警方进行了合作 只要遭遇抢劫犯的袭击 警方能在10分钟内赶到警支援 大城市里赌场越来越难搞 像萨瓦迪众野生抢劫犯 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了偏远郊区的赌场 那里安防落后更容易得手 但同时能抢到钱财也随时变少了 庞大的赌场黑市 除了会吸引抢劫犯诈骗犯种小罗漏外 一些颇具势力的帮派和黑手党们 也对着金山垂涎欲低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 前最大黑手党的财务总监 他叫特林普 20世纪70年代 他所在的黑手党 曾在拉斯维加斯指手遮天 以投资赌场和做收保护费等手段 脸残数千万美金 然而这一举动因为动物的是政府的蛋糕 所以80年代初期 拉斯维加斯政府动用武力 和黑手党进行了危机半年斗争 灭杀其头领 逮捕其成员 最终逼迫黑手党退出了赌博的市场 重新拿回了赌场税收的征收权 虽然丢掉了赌场争议 但像特林普这些资深元老 在服刑完毕后 却再次回到了这一行业 他现在做的是赌博产业的近亲 博彩行业 这是一个在美国高达3800亿美金的超级市场 其业务模式也很简单 特林普为赌徒们提供赛马 篮球 足球 棒球等赛事的博彩代理服务 赌徒们把钱给他 他负责找资源在黑市里投注 只不过每单都要抽掉10%的抽头 也就是所谓的佣金 下周越大 抽头就越高 凭借这个业务模式 特林普每年都能净赚60万美金以上 特林普说10%的固定抽头看似很高 但其实比起正规渠道 也就是官方渠道 动辄30-40%的税 已经划算很多了 大家做的都是诚信生意 同色无期 我帮你省钱 你帮我赚钱 没人强迫你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当然能做这种和政府抢钱的生意 特林普肯定少不了背后黑帮组织的支援 面对一些想占便宜 或者欠债不还的赌徒 特林普会教一批手下 绝地三尺也会找到他 然后用棍棒的酷刑教他做人 虽然有黑帮在背后撑腰 但实际上特林普的工作也不好做 2015年美国博彩协会 推出了安全博彩的政策 内华达州 尤其是赌城拉斯维加斯 更是加重了刑期判罚 充当无证庄家 最高要面临10年的有期徒刑 特林普的业务量每况愈下 他也在慢慢寻找别的出路 诞生跟这个行业这么多年 现在近50岁年纪 想跨航发展也是十分艰难 最后牛探长提醒大家 以上都是在国外才合法的黑色产业 咱们还是要老老实做自己 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好了 喜欢本篇就点赞关注评论 牛探长带一件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